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29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妄威独播》 我是Jennifer 有媒体评论 习近平不仅不承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 而且习家和邓家父辈也有很大的矛盾 据说 习近平在担任前国防部长 耿彪的秘书期间 也受到邓家三女儿邓荣的当面羞辱 外界一致认为 习肯定会对邓家全面进行清算 现在习的矛头只指邓家私人进窟了 据报道 习中央对财政和金融的第三轮巡视已经开始 15个巡视组已进驻34家经济和金融部门 包括中信集团 与此同时 邓小平的嫡孙邓卓蒂任职中信的消息 也在海外被曝光 分析认为 中信是邓小平王振家族的金库 在此巡视敏感时刻 释放邓小平孙子任职中信消息 说明习已将内斗矛头指向邓王等元老家族 就在中纪委官网宣布 中央巡视组也完成进驻被巡视单位的同时 星岛日报报料 邓小平的嫡孙邓卓蒂是中信财务公司的监视 该公司为央企中信集团的子公司 据资料 中信集团的前身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是邓小平批准荣毅人创办的 2014年8月 中信集团将中信股份100%股权注入香港上市公司 中信泰富 实现了境外整体上市 长期以来 中信都是太子党的集结地 1978年 邓小平掌握中共实际领导权后 荣毅人于1979年10月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而王震则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之后 王震出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 王震又当上了国家副主席 直到病死 早在2013年 自由亚洲就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 是王震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 无论是为自己谋官还是为子女谋利 都是最贪得无厌的 王震的二儿子王军 是穿着军装被安排进中信总公司任副总经理 兼深圳分公司董事长的 王军的哥哥王斌责任副董事长 当时熟知内幕的人都说 中信深圳公司才真正是王震家族的私家店 别号为深圳王家铺子 文章还说 1993年 王震去世之前 与邓小平商定让荣誉人当国家副主席 而交换条件就是荣誉人完全退出中信公司 随后 王军的职务由副总经理升至总经理 1995年 王军被中组部认为中信董事长 政部长级 30多年来 王震和邓小平等家族的子女 仅仅通过中信和他名目反多的子公司 孙公司中获取了多大巨额私利 中共高层都很清楚 邓小平的三女儿邓荣在缅怀胡字叔叔的文章中写道 我和王家三兄弟变成了五话不谈 无事不伤 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胡字叔叔的事就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所谓的胡字叔叔指的就是王震 2019年7月 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辉被判刑 这是习打击邓家的牛刀小事 之后吴小辉被迫离婚 在监狱服刑 2023年9月 掌控残联30多年的邓小平长子邓普方 其名誉主席的位置被习的亲信杨小杜替代 此次由施克辉负责巡视中信集团 他是习近平的旧部 习近平2002年到2007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 施克辉先后任浙江省委办公厅文店处副书长 综合二处副书长 之后施克辉于2014年调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常委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大管家 王岐山离开中纪委前 施克辉于2017年调任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时政评论员李燕民表示 此次由习近平的新副旧部施克辉带队巡视邓王家族 政经利益地盘中信集团 说明了习对中信存在问题的重视程度 而在此敏感时刻 邓卓蒂任职中信的消息被曝光 引线中广高层内邓丰相 以指向邓小平 王震等元老家族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爱丽舍公称 习近平将于5月6日到7日访问法国 除庆祝法中建交60周年之外 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 中东局势是核心议题 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于5月6日星期一前往巴黎 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三边会晤 马克龙去年访华曾呼吁习近平向普京施压 然而 之后除习近平与泽林斯基通电话之外 并无进展 之后 马克龙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对俄罗斯态度强烈 已经派兵进驻波兰 还有传说将派1600名法国外籍军团战士 直接前往乌克兰 直接与俄军交战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发言人 29日也在X平台上发表声明证实说 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 冯德莱恩将于下周一前往巴黎 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三方会晤 外电评论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将对习近平在北京原额问题上施压 呼应布林肯的北京之行 对习近平传达西方国家共同反对北京支持俄罗斯的立场 法新社回顾说 去年 马克龙呼吁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让俄罗斯清醒过来 此后不久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莲斯基通了电话 这是自2022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的第一次 但巴黎期望在俄乌问题上取得的外交进展却止步于此 布林肯在北京访问无功而返后 随着美国针对中共援助俄罗斯的行动持续施压 华盛顿计划对涉及援助俄罗斯的中资银行实施金融制裁 路透社本周一披露 出于对国际制裁的担忧 中共大型国有银行正在限制 甚至叫停中方企业与俄罗斯交易的付款活动 而相关企业的贸易结算正全面转入地下 据路透社独家4月29日周一报道 中国南方的一家家电制造商 发现很难将其产品运往俄罗斯 这并不是因为产品存在任何问题 而是因为出于对美国制裁的担忧 中共的大银行正在限制此类交易的付款 为了结算其电子产品的付款 这家总部位于广东的公司 正在考虑使用活跃在中俄边界的货币经纪人 路透社说 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实体实施了一系列制裁 现在美国威胁将这些制裁措施扩展到中共的银行 据7名熟悉情况的贸易和银行消息人士表示 这给中国小型出口商带来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随着中共大银行撤回对俄罗斯相关交易的融资 一些中国企业开始转向边境小银行和货币经纪人等地下融资渠道 甚至禁止使用加密货币 消息人士还称 其他公司则已完全退出俄罗斯市场 中俄之间的交易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地下渠道进行 东南部省份代表中国企业与俄罗斯利益的贸易机构负责人指出 但这些方法存在很大的风险 另一位驻莫斯科的俄罗斯银行家表示 中国自2021年起禁止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 这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因为在中国的银行无论大小都不可能通过的审查 消息人士以该话题的敏感性为由 要求匿名 路透社因此无法确定交易从主要银行 转移到更隐蔽的渠道的程度 据表示 中共外交部不了解商人所描述的 通过中共主要银行安排付款的做法 或在结算付款时遇到的麻烦 并将问题转交给有关当局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 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五 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 会面了五个半小时后表示 他对北京助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 残酷侵略战争表示严重关切 与此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 布林肯访华仍有助于美中关系 尽管美国官员们警告称 美国已准备好对促进民用和军用货物贸易的 中国金融机构采取行动 并已初步讨论对一些中国银行实施制裁 但一名美国官员上周五表示 华盛顿尚未采取行动制定实施此类措施的计划 中共外交部则表示 中方不接受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 中俄之间正常的贸易合作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扰 不过网友却调侃 制裁还没有来 银行就转入地下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被问及路透社关于中共银行限制 来自俄罗斯的付款 以及对一些中国公司的影响的调查结果实称 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不仅威胁乌克兰安全 还威胁欧洲安全 这位发言人表示 布林肯向中共官员明确表示 确保跨大西洋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如果北京不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就会解决 另一方面 据路透社援引广东一家上市电子公司的经理表示 由于担心美国的制裁 其实自三月初以来 几乎所有中国主要银行都暂停了与俄罗斯的结算 一些最大的国有银行报告称 与俄罗斯相关的业务有所下降 扭转了俄罗斯入侵后资产激增的局面 四大行中 中国建设银行去年俄罗斯子公司资产 下降14% 中国农业银行根据他们最新的文件显示 下降了7% 相比之下 中国工商银行该国最大的银行称 其俄罗斯子公司的资产增长了43% 中国银行这家第四大公司 没有给出具体情况 据说 中国工商银行将是美国制裁的首要目标 这四家银行没有回应对其俄罗斯业务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发表评论的请求 据了解 中国东北沿俄罗斯边境的一些村镇银行目前仍可收款 不过一些商人表示 他们已经排了好几个月的队才能开户 江苏省一家化工机械公司在东北省吉林省的吉林辉村农村商业银行开户 已经等了三个月了 据在该公司工作的刘说 刘说 自二月份以来 中行已阻止留的俄罗斯客户付款 一名银行信贷官员表示 出口重型设备的公司在收款方面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这家广东上市公司的经理表示 自上个月以来 该公司已在七家银行开设了账户 但没有一家银行同意接受来自俄罗斯的付款 我们放弃了俄罗斯市场 该经理说 我们最终没有收到俄罗斯方面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付款 我们就放弃了 收款的过程极其烦人 上述家电公司的王老板也开始重新考虑他的俄罗斯业务 我可能会逐渐收缩在俄罗斯的业务 因为收款过程缓慢不利于公司的流动性管理 他说 更何况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通道有一天可能会完全关闭 现在以哈加沙战争 双方领导人都非常强硬 不接受国际社会的条件 根据纽约时报 以色列官员相信 国际刑事法院ICC可能对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官员 发出逮捕令 以色列官员指称 他们相信内塔尼亚胡可能在逮捕名单之列 但目前甚不清楚国际刑事法院将对哪些哈马斯人员发出逮捕令 或是基于何种罪名 英国保守党计员地姆劳顿因关注中国人权受北京制裁 他在4月早些时候前往东非国家吉布提时 护照扫描后被该国驱逐 他说 这是中共政府出脚身的很远很远的又一个例子 据英国广播公司4月29日的报道 英国一名保守党议员称 他在吉布提之行中遭到驱逐 原因是这个东非国家与中国关系密切 英国选区东沃辛和肖勒姆的议员蒂姆劳顿说 本月早些时候他前往吉布提 却被禁止入境并被拘留了7个多小时 2021年受到中共制裁的英国议员蒂姆劳顿 形容这段经历非常孤独和可怕 据报道 劳顿先生前往吉布提是为了进行24小时访问 包括与英国大使会面 他说 当他抵达时 他的护照被扫描 并被问是做什么的 他向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的今日节目表示 我告诉他们我是议会议员 然后气氛变得很冰冷 他说 吉布提实际上是中共的附庸国 中国想要什么 吉布提就得屈服 一个受到中共制裁的议员出现在他们家门口 显然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他说 他被安排搭乘下一班航班离开该国 他分别告诉英国广播公司在线记者 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 触脚伸得很远很远的又一个例子 他们在非洲敏感地区的恶意影响尤其令人担忧 这位议员表示 所以 无数敢于公开反对中共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 但没有国会议员平台的人受到的恐吓 引起严重关切 英国首相官方发言人说 外交部当时向劳顿先生提供了领事支持 他们也向吉布提方面提出了这一案件 该发言人说 虽然吉布提当局有权自行决定拒绝入境 但英国政府正在寻求有关这一具体案件的进一步信息 2021年 中共对包括劳顿先生在内的五名英国国会议员 实施了制裁 理由是 他们散布了所谓的关于中共的谎言和虚假信息 这是对英国政府就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所采取措施的报复 劳顿先生是议会西藏问题跨党派议会小组的联合主席 该小组强调了中国侵犯人权的记录 2019年 他在下议院提出了对等准入法案 要求英国政府对禁止英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采取行动 他也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主要成员 该联盟是一个国际跨党派团体 致力于改革民主国家对待中国的方式 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其老板埃罗马斯克 周一结束的旋风式访华期间 获得了北京当局在数据安全方面的监管绿灯 路透周一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称 中国主要互联网搜索公司百度与特斯拉达成协议 收与特斯拉制图牌照 用于在中国公共道路上收集数据 消息人士称 这笔交易为特斯拉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系统 扫清了最后的监管障碍 他们说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百度还将向特斯拉提供车道级导航系统 这项交易是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访问中国 并与李强总理见面之际达成的 马斯克正寻求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FSD软件的批准 以及向海外传输数据的许可 在中国 所有智能驾驶系统都必须获得测绘资质 才能在公共道路上运行 外国公司需要与那些已获得许可的中国公司合作 百度是获得许可证的十几家公司之一 路透说 获得制图服务许可证后 特斯拉将获准在中国道路上合法运行全自动驾驶FSD软件 其车队可以收集车辆周围的数据 如道路布局 交通标志和附近的进入物 目前尚不清楚收集到的数据将属于特斯拉还是百度 尽管有来自中国本地公司的激烈竞争 特斯拉汽车仍是中国最畅销的汽车之一 朝鲜人的春荒又到了 马铃薯采收在三月底已经结束 但现在有男女老少在田里用锄头挖土 试图寻找采收者遗落或因为坏掉而被丢弃的马铃薯 这一幕凸显出朝鲜的粮食短缺问题 但经家政权一直掩盖饥荒的现象 把饿色的人说成是病死的 据报道 朝鲜两江道一名与农业部门有关系的居民表示 人们在当地农田里食荒的景象显示了每年这个时候会发生的饥饿问题 因为当局在年底分配的食物已经吃完 而下一次预定的分配时间还没到 该居民透露 在去年秋天的农作物收割之后 两江道政府提供200公斤的马铃薯给每个农民 并提供100公斤给每个农民抚养的家属 他说 政府承诺在第二次分配时提供米和玉米 但目前尚未提供 朝鲜民众定期接受政府的食物配际 但这些食物不够维持生活 所以他们也必须从市场购买额外的食物 或寻找其他食物来源 尽管去年的农作物收成比前几年好 但朝鲜民众仍欠缺食物 朝鲜的农作物产出仍远低于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所估计的年度粮食需求 因此 另一名两江道居民说 朝鲜每年的饥饿时期都会准时来到 就像往年一样 食荒者会涌入马铃薯田里 紧食能吃的东西 他说 冷冻的马铃薯 可以在干燥后抹粉 来制作面条或马铃薯饼 两江道农村地区的农民 最近无力下地干活 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可吃 他提到 目前的情况很悲惨 朝鲜政府试图掩盖饿死的人数 声称那些人是病死的 他说 诊所和街坊监控单位说 他们死于疾病 但事实上 近期死于疾病的每个人都是饿死的 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 日媒亚洲新闻社的执行长 石丸次郎告诉美国媒体说 朝鲜的饿死人数通常在三月左右比较多 石丸次郎说 恐惧迅速在朝鲜居民之间蔓延 尤其是那些容易受伤害的阶层 因此 如果事情持续像这样发展下去 人们会像去年那样饿死 他说 尽管朝鲜北部在去年的农作物产量有增加 但农民分配到的食物却没有显著差异 古物都先分配给军人 剩下来能给一般民众的就不多了 朝鲜平安南道的一名军民说 当地因为挨饿而无力干活的农民 可以先获得一些粮食的配契 但这些粮食从年度的配额中扣除 有关当局要求街坊监控单位 地方官员和工厂收集米和玉米 以便有足够的粮食能够提供给有需要的农民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